亲自走访乡村强调带领民众脱贫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是最不受欢迎的国家领导人 根据英国失调数据分析公司 日前针对英德法等欧美国家民众进行全球领袖国际支持度民意调查 其中以9月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梅克分数最高 其次是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三人都在各国民调中取得正分 但成绩不及格同样雇人院的还有他 俄罗斯总统普丁不但全部拿副分 甚至还被英国民众打了负73分全部最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样通通拿副分 但除了没受访的美国其他国家支持度 全都低于负50直接掉车尾 我衷心的希望我们各族人民过的生活要好上加好 习近平各种形象做好做满 但随着香港新疆的人权争议不断 想借由宣传洗白让国际改观恐怕很难 三地新闻承唤报道